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加布丁的台中的阪神本铺蜂蜜蛋糕 打来 我在打的时候就不是很确定说 到底我的牛奶夹不够 布丁的话我通常都是挑统一布丁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偏好加入哪一种布丁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山岩事件是发生在1896年的元旦 然后发现有六位日本的学务部部员 他们的尸体啊发现是身手艺术 然后被丢弃在田边还有沟渠那边 总督府知道之后立刻就去抓凶手 那在三天后就宣布逮到了凶手 其中有一位是士林的士绅叫做潘光松 潘光松被认为是与这些土匪有暗通 因此总督府立刻就下令要处决这位士绅 而且是斩首 在台湾的日本殖民时期 往后提到这起知香岩事件 大家都会认为说 这六位先生都是秉持着对教育的热忱 因此为国牺牲奉献他们的生命 不过这六位先生到底是谁呢 又为什么会来到台湾呢 刚刚也有提到这六位是学务部的部员 那学务部是一个比较初期的教育部的概念 那当时候他们的教育部的部长叫做伊泽修二 伊泽修二呢就带了这六位先生从日本 然后远都海洋来到台湾这个地方 就是要来做教育的 没有错 他们当时候也在想说 要在台湾找哪个地方来办教育呢 他们就听到了台北的一位富商叫李春生 这位李春生呢 他其实是关于日军进到台北城里面的一个关键人物 他算是支持让日军进城的其中一位 李春生就是建议当时候的日本人就说 你们可以考虑办在支山岩这个地方 那他们看到支山岩有一个支山岩庙 那因此就决定好 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始办学堂 学堂呢就是会教一些日文 还有一个一些西洋的科学 这个地方除了要当做学堂之外呢 还同时是他们教育部的办公室 因为那时候其实也没什么多余的地方 也没办法马上就盖个房子嘛 当然就是就地取差 教授的第一批学生呢 其实呃说起来年纪也没有到很小 有的年纪甚至比那些老师还要大呢 总之呢这六位先生还有伊泽修二 就是在比较克难的环境下 开始办起教育啦 那伊泽修二其实他知道说 要办教育首先就是要突破语言的障碍 台湾人要必须能懂日文 然后跟日本人沟通 才能有办法就是实行他的殖民统治 那还有就是往后的教育才有办法普及 因此呢伊泽修二就在1895年的时候 他在10月就先回到日本想要去招聘更多的热血教师来 六位先生就先留在台湾然后继续就是运作他的学务部 伊泽修二离开台湾的时候 当然没办法预料到台湾会发生这样子的惨案 本在日本的伊泽修二是透过电报得知他六位不原残遭痛手 那当下他也晓了这起事件 势必会让他的招聘心血教师有困难 那因此他在教育大会上面就说了一个说法 说这六位先生是秉持对教育的热忱 然后为国牺牲奉献自己的性命 那这六位先生确实是因工殉职 没有错他们就是不小心因为工作来到台湾 但不幸的在那边发生了不幸的案件 但是关于这起案件到底怎么发生的呢 似乎还没有太多的解释 而伊泽修二对于这起事件的解读跟看法呢 也影响了之后日本人如何去诠释这起事件 当时的内阁总理伊藤博文 没有错就是动漫里面常常会提到的那位重要 明治维新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 伊藤博文他甚至亲手书写下碑文 学务官僚遭难之碑 到现在赤山岩公园里面还看得到那个碑哦 不过这个碑文我们其实差点就看不到了 今年的宵夜其实蛮不适合讲命案的 很感谢日本人把蜂蜜蛋糕带了进来 除了刚刚提到的碑文之外 那六位先生的遗体也是被安置在赤山岩的山顶 就是要做一个纪念来作用 日之时期每年往后的2月1日都会做一个赤山岩祭 也就是要纪念这六位先生的牺牲奉献 说这牺牲奉献其实一方面也是要强化殖民地对于这一段的诠释 也就是说这六位先生是为了要教育你们 所以他们牺牲了奉献自己的性命 赤山岩事件后来也被收入进去他们工学校的课本上面 也就是当时候的工学校的小学生们也会读到这一段事件 那我念一段当时候他们课文会写的 想到六四先生的英灵涌眠其下 就感动的说不出话 台湾经历的教育着实是从这间庙萌芽的 那个庙子的就是赤山岩庙 但从这一段诠释里面我们也可以发现 其实日本政府他是一直在强调说 对于这六位先生他们的牺牲的精神 可是他们也不太会去谈说为什么这六位先生会牺牲呢 为什么会发生这起命案呢 我们先把时光拉回到189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日本跟清朝帝国签下了马关条约 所以台湾必须各让给日本 这都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面学过的 没错吧 签一个条约并不代表说你真的就接收了整个台湾哦 当时候全台湾各地发生各个大小不一的抗日战争 我们会统称为以卫战争 当时候台北哦算是比较和平的方式 然后接受日本人进来 算是相对和平 不过其他地区就不见得会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1895年台湾其实是很动荡的时候 那刚刚讲到啊台北算是比较和平的情况下接受日军进来嘛 但其实台北北部也是有发生抗日的战争 那在1895年就是12月的时候就刚好在那个时候发生了抗日的战争 台北有陈秋菊胡阿景他们发起了一场小抗争行动 他们直接率众去攻打台北城的南门 那士林的台湾人呢其实也是有掀起一波抗日的行动 而这波行动呢刚好就遇上了这六位先生正要从枝山岩下山 然后去台北城那边拜年的时候他们正打算要渡过基隆河 结果就听说了这起事件 他们后来跟当地的警察稍微了解了状况之后呢 警察本来是劝说他们就一起待在鼠内 但是这六位先生觉得说要回到学务部那边去 也就是在折返路途上不幸遭受到攻击然后身亡 但至于说到底谁是真正的凶手呢 或者是谁有暗通这件事情呢 其实并没有发生到太多的证据 而且当时候呢的政府其实马上就处决了相关的人 其中最有争议的就是那个士林的士生潘光松 1933年的枝山岩制 对于这起事件有做比较多详细的描述 但是关于潘光松到底是如何暗通那些人 然后去谋害这六位先生的呢 其实是一个大问号哦 大家说法其实都不太确定 总之在日治时期的时候 之山岩这个地方就是被作为一个教育界的殿堂的概念 但是但是 在1945年之后呢 这整个的风向就转变了 毕竟后来是国民政府开始接手 国民政府对于之山岩事件的解释也是完全反过来的哦 在日治时期的时候他们称谋杀这六位先生 六世先生的这群人叫土匪 但是到了国民政府的权势就变成了义民 他们是抗日的英雄 而元旨呢有设立伊藤伯伦的那个碑纹 然后还有就是六世先生的那个墓碑等等的东西 都被破坏光 那伊藤伯伦的话 听说就是被推到那个草丛堆里面 随便丢弃的状况 还有原址那个地方呢 他们也设立了新的碑纹 然后去用他们的角度去诠释这起之山岩事件 酪梨牛奶超狗的 过了非常非常非常多年之后 大家终于开始讨论说这些日治时期留下的碑纹啊 到底该怎么去设置呢 一来是该不该设置 再来是说该设置在哪里 然后又要怎么设置这些问题 当时候甚至会说设置这些日治时期的碑纹 是被殖民所绑架的记忆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我们该如何去解读这件事情呢 我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 有看到关于潘光松他们后代的一个投书 我觉得他的论点大家可以听听看 潘光松的后代有提到说 潘光松在他们家族的记忆是非常惨痛的 虽然他本人没有看过 但他听长辈的叙述 就是说潘光松当之后就是用非常不公平的方式 直接当场主角 这件事情呢 他们家族的记忆来讲是一个非常恐惧 非常害怕的经验 他们甚至得把潘光松的遗体还有偷 派下人然后拿针把它缝起来 再来也就是潘光松他的纸细后代 往后在日识期过的也是非常的惨 会遭到非常多的刁难 而潘光松旁细的这位后辈认为说 这起事件呢其实还有很多疑问 他也是希望说往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 做比较多真相的还原 也就是他会非常希望说 把那些碑文按照当时候的样子 还有位置摆设在原处 这样子我们的历史记忆才有办法被重建 那我们才能真正的去讨论当时候的真相是什么 而现在那个地方呢 我们会看到同时设置了日志时期的碑文 跟国民政府后来设置的碑文 就变成一起事件 然后各自表述不同的立场 最后那位后辈提到说 无论潘光松是不是一名或是不是土匪 他都是那个时代悲剧的牺牲者 多年后我们其实早就不会被 国家刻意赋予的这些精神象征所绑架 我们可以有各自不同的看法 因为我们的思想是自由的 咳咳店家真的超好吃的 如果说智商严是一个教育界的殿堂的话 那智商严也可以教到我们 如何建议自己独立的观点 然后去厘清事件背后的真相 我想这才是教育家真正希望能达成的使命吧 对吧 今天的消夜时光就到这边为止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要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还有分享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次的消夜时间 再见了拜拜